大家好 很多女生 非常担心自己 碰到观煞混杂的时候 总是认为自己 她的一个桃花 也就是婚姻会走得很差 但是是不是都是这样 当然不是 观煞混杂 我们还要去看 什么叫做观煞混杂 不是他的八字里面 有观 有七煞 就叫观煞混 不是的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 观煞混杂是在天干 同时在天干有观 有煞 同时在地支有观有煞 所以他是要同时存在的 他才能够叫做观煞混杂 你天干一个观 地支一个煞 这个不算 而是天干要有正观有七煞 或者是地支要有正观七煞 他要同时具备 所以这个才叫做观煞混杂 然而在观煞混杂 他要如何让他的桃花不好 他不能够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 日主受克 当你的观煞混杂 出现了日主受克 很抱歉 他都是不好的 像 所以我们一直很害怕 日主受克的这一种情况 第二种 假如没有日主受克 你出现了五行生克 观煞受伤 这样子 他就会变成 我们常常讲的 透过五行流通 去找出五行的增减变化 多变少 就不好 所以 你没有日主受克 但是出现了观煞受伤 这种情况 自然 他也不会好 这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观煞混杂 他必须要有这情况 他才会出现不好 我们来看一个八字 这是一个女命 甲婿 悟臣 吉卯 怡丑 他 有观煞混杂 然而他就在那边说 他是不是因为观煞混杂 所以他的婚姻一直都没有 各位 我们要来看 他这个八字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八字是甲木克叙鲁 怡木就来了 地支 卯木 陈叙图 还有丑图 所以各位 他观煞混杂 确实有 有正观 有七煞 但是他出现了 日主授克 在这一种情况下 不能够再加重 他日主授克的像 结果 各位 这时候再来一个移目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日主授克的像是更加重的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自然而然 他的一个婚姻像就很差 然而他在上一柱大运 丙颖的时候 照道理讲 丙颖是他最有机会的 因为丙颖是从17岁开始 到他26岁 甲木生 丙火生戊土 这个让他整个起来 地支出现了 尹木惠克 戌土 丑土 为什么他在上一柱 也是依旧没有桃花 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丑土受伤 丑土受伤 变成是挤土 也跟着受伤 所以他在上一柱大运的时候 虽然天干出现了官运很好 但是地支却出现了日主授克的像 所以桃花会很好 但是他不愿意结婚 现在就不是了 现在是整个都回来克他 他会觉得婚姻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因为来找他的都是直接来克杀他的 跟之前大运不太一样 因为地支我不愿意而已 可是在这一边是直接日主受伤 所以各位 我们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看起来脱困了 但是各位 这也叫官杀混杂 有七杀有正官 但是出现了日主授克 所以他还是一样没有婚姻 所以官杀混杂并不可怕 而是不要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个日主授克 第二个官杀被克 当没有这两个情况的时候 其实在五行派 透过五行流通 找出五行的增减变化 多变少是不好了 少变多他是好的 所以假如没有以上两种情况 他的官越好 越强 反而是他的一个桃花越棒 所以各位 官杀混杂会产生凶性在于 不要有日主授克 不要官杀受伤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